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嘉賓請是Jason,和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Jason,你好 Tracy,你好 先聽電話,我們接聽的是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主持好,Jason,你好 你好,想問甚麼 這隻股票是否升串下降軌呢? 是否還沒買入持機呢? 還有問多謝安達,也沒有貨 請兩位 好,我們先回答762 見到762早前都有些嘲諷 昨天全國新控股 積資超過過百億人民幣入股貼塔公司 所以昨天股價有點抽升 762最新股價升超過百分之三十 754 沒有貨,現在有沒有吸納呢? 聯通方面,昨天抽升上來 當中國新入股的鐵塔公司是一個因素 但大家不要只看得這麼表面 究竟國新入股之後 實際上對於聯通或中電信有甚麼幫助呢? 最主要就是一來本身的鐵塔公司籌到足夠的錢 應該有機會可以在10月底之前 把聯通、中電信、這些電信公司的鐵塔資產可以收購 換言之,對於這些電信商來說 會有一個即時的現金流 而且都令到他們未來投資的CAPEX方面相對可以下降 再加上現在都有一些消息說 說接下來鐵塔公司會不會還有一些新的飯素去做呢? 例如會不會是 參與電動車的充電裝那方面的建設 這些因素都令到大家有點憧憬 因為畢竟說鐵塔公司旗下的股東 聯通、中電信都包含在內 例如說762的股權的佔比 在鐵塔公司之內的佔比都有兩成多 換言之,如果你說鐵塔公司真的參與電動車充電裝的業務 有利潤的時候,聯通都一樣是能夠分一杯羹的 變相令到大家都對於前景突然之間看好一點 他的股價在昨天叫做一個裂口跳距開圓 兼斥升穿了五十天線 到今天也進一步 連之前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說的是十個半的位置都叫正式升穿 理論上就可以形成一個雙底的形態 這一陣再向上望的幅度 暫時就可以拿回七月中 當時的高位 說的是11.8至12元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參考的目標價 明白,其實見到國新入股 是不是中電信市場上 理解是最受惠的一間公司呢? 其實七月中和七月中的分別都不是太大 因為他們兩家公司 在鐵塔公司方面的資產佔比都相對接近 而且來後,剛才提到鐵塔公司 真的參與開的送電裝的業務 其實兩者可以分辨的利潤比例 會相當接近的 所以7.6.2也好 7.2.8也好 我覺得分別不是太大 但如果你說他們本身的業務發展 上客量方面的數據似乎聯通就好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 我都覺得7.6.2大概落到10.6左右這些位置都可以再買一些 好明白 另外一隻股份就是2020安答 它是沒有貨的 它就想問 現價可否去吸納 其實最近體育用品股都剩下了一段時間 好像大家都沒有怎樣說話 現在最新在做19.7 股價跌超過2% 這個股價走勢是怎樣 可否進入呢 看到在昨天來講 內地方面都有些部長引述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說話 就說接下來內地那邊去到2025年 整個體育產業的規模 都可以增加到7萬億的人民幣 不同的省政府都會出台不同的一些具體的文件 推動整個體育產業的發展 所以理論上 對於這些體育用品股長遠來說 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始終這些文件或者這些政策 都是一個很長遠性的方向來的 短期裏面 我們大家都要看這些體育用品的公司 他們出的數據是怎樣 包括他們的銅店銷售 又或者在未來這幾季的訂貨會方面的增長前景 看回安達來算 之前出的數據的確是不錯的 特別是整個版塊來算 經營數據 整個經營的狀況 都是叫做勝過整個同業 所以你說講基本因素 他就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主要那個的擔心在哪裏呢 就說他的股價在8月尾開始 至到整個9月份 他都升了是不少上來的 甚至乎比起整個大市來講 他都還是要升得多 去到大概21.5至22元 其實阻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見到上個星期上到這些高位 都立刻下來了 去到現時這些位 20元樓下 剛剛叫跌穿了 是不是這麼快可以買回來呢 我都覺得可以再等等 因為始終他之前升了這麼多 就算你說接下來他跌不下也好 但是再向上破頂那個難度 其實都是有一個難度在這裏 反正如果他未來回 是分分鐘有機會回多些 可能回到19元樓下 意味著這些位都可以給點耐性 等他未來落到19元樓下才再買回來 明白 如果你看好體育用品股 其實會不會買其他 因為剛才都提過 安踏之前那時候 升得很厲害 創過很多次 五十二周高位 會不會有其他的體育用品股可以追回落後 如果要比較 我都覺得始終安踏方面 基本面是比較好些 你說其他 當然有很多是落後的 甚至如李寧來說 基本上股價都沒什麼升 但不等於落後可以去買 因為他們不升的原因 都在基本面上配合不到 明白 我們看回現在最新的 在豪賭股方面 預計黃金周的時間 他們的賭場收入 增加了很多 Jason 你對於豪賭股的看法 接下來的表現 是否都可以提高一線 豪賭股當然 這一陣子就有一個低位回升的情況 看回大行出的報告 都見到 黃金周的十多天 在營運數據 薄碎收入方面 都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當然這個上升就是按月來比較 或者按一個禮拜來比較 按年來計 仍然都要下跌 大概是兩成多左右 如果你說縱觀大行的報告 他們都預期整個十月份 澳門的薄碎收入 大概都要下跌 就是超過三成 甚至乎有些比較悲觀些 都覺得 接下來當新豪環彩在哪裏 都開過新的賭場 再加多二百多張賭桌進去的時候 整體都會令到澳門賭場的競爭 會更加加劇 如果你說整體的賭桌多了 賭客的選擇也是多了的時候 換言之 賭場就需要 將他們可能會將賭桌最低的註碼 最低的頭鑽壓方面 這方面都可能會令到他們那個margin 即利潤率方面 會受到一定的壓力 所以你說 看回豪島股 近來的這個聲勢 就似乎沒有反映到 未來的這個隱憂 純粹你說單講黃金周的數字 我都覺得只是跟預期差不多 不是特別是兩例的 還有黃金周過之後 究竟這個比較好的數據 能不能夠保留 這一方面我還是有些保留 換言之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再追豪島股的風險 就相對是大了一些 就是兩種股份 你都建議不要現在去吸收 沒錯 明白 我們都看回 其實指數今早曾經是咬腰上上 但下午回來又繼續偏遠 是否最主要都是出入口數據 不是那麼理常 指數方面 因為都看回貿易數據那邊 特別是進口 都做得不是太好 而且大家都擔心 如果進口跌那麼多 可能原因都是因為商品價格跌 可以說明天再出的PPI 上次跌5.9% 去到今次 根據Bloomberg方面的預測 那個預期都是跌5.9至6 究竟會不會接下來出到來的結果 那個跌幅還要比這個預期還要差 這方面是有個隱憂 變相令到港股的上升勢頭 暫時都可能要先休息 好 時間都差不多 好 再來和Jason 你做新報剛才提到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的資產 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分析 有些一會兒回來 還有多次的問答環節 間定股主可以回答給我們 或者電郵給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